我老公在家做饭呢 我给大家拍一下我们前两天去宜家买的东西 这些东西可能花了不到三百千二百多吧 这个是买的一个手套 是因为我没有那个蒸烤箱嘛 所以就买了一个手套 还挺厚实的 13块钱还是14块钱 摸着质量还挺不错的 然后这是买了两个油壶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那个油壶 是我老公买的 他买的那个油壶 就是他那个只适合手游家庭 就是煎个肉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太不喜欢了 所以就买了一个这样大一点的 这里拿着热水烫一下 然后他这个直接这么按 然后倒就可以 然后一个放味极线 一个放油 用这两个到时候就放台面上就可以 然后这个是放那个洗手液 还买了个饭盒 因为我平时上班都带饭嘛 就买了一个 特别特别厚实 这两个是10 一个14 这个盖是10块好像是 这个好像是5块9还是4块9 也挺便宜的 然后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吃冰淇淋 之前囤了好多巴西冰淇淋 然后买了一个挖冰淇淋的勺 这个9块9 然后还买了几个垃圾桶 这个垃圾桶就会小一些这个尺寸 我们之前也买了一点那个大尺寸的 是9块9一个 这个是6块9一个 这个就小一点放在那个地毯上 然后吃个东西啥子 直接扔进去比较方便 然后还买了几个箱子 还有一种收纳箱 那个箱儿 80块钱 79块9 我感觉那个有点太贵了 所以就没买 然后就买了这个 这个是24块9 然后这个盖 反正它家盖都是跟箱子单 单收钱的 然后一个盖是10块钱 其实如果不用盖的话 直接买这个箱儿 我感觉就可以 买了三个 这个箱子也挺厚实的 也可以落起来 就是两个箱子落起来也可以 现在还没想好往哪放 看它正好能卡在这个盐上 然后还买了一些架子 这有价格表 我看看 这个粗瓶是14块9毛9 15块钱一个 这个大瓶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我感觉挺推荐的 因为这个可以放锅价 可以放菜板 也可以当书价用 一共有四个格 也不占地 这个是14块9毛9 15块钱 然后质量也蛮好的 我挺喜欢的 这是买的第二个了 然后这个是 我就放在柜子里边 就是如果你柜子高度 够的话 就可以放两层 然后下面可以放碟子 上面也可以放碟子 就是算是比较省空间的一个方法吧 正好我们底下的柜子 有一个需要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 这个是29块9好像是 然后这个是要组装的 这两个都是一样买了一个 如果感觉好用的话 可能会就是再囤一些 反正我感觉宜家的收纳 反正做的还挺不错的 它这个就这样支在那 然后你上面可以放锅啊 可以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也是分层嘛 它这些质量 我感觉还都挺不错的 但是去拼多多上买的话 可能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有同款 但有些质量可能会有一点点出入 反正我们入住新家 就是需要不断的收拾 不断的买一些收纳的东西 那样家里边才会干净整洁一些 因为柜子其实空间只有那么多 如果收纳不好的话 可能就比较乱一些 希望我们都能有一个干净整洁的新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